我国今年预计将取得近3%的经济增长 预料会提振国人在年底佳节期间的买气 人力部也预计人力需求会在第四季上扬 以应付佳节期间人手短缺的问题 照片公司指出 近年来年底的兼职员工需求比以往高出了三倍 临时工的要求也逐年改变 不再只是追求高薪 今天的新闻也带你了解 原本就人手短缺的本地参与业 在12月更是面对员工不足够的挑战 这家日本餐馆就预计圣诞节期间的顾客群会增加一倍 因此计划聘请多5到6名兼职员工 基本上他们来找兼职的工作都没有经验 所以我们需要从头训练他们 卫生方面服务数字态度 是有一点困难 不过我们会保持乐观去教导 兼职员工能够帮助公司解决人力问题 但是一些业者发现 年轻的兼职员工要求越来越多 工作时间 因为我仍然想要有假日 我仍然想要赚钱 那个心血不可以太低 还有做工的时间不要太长 我有做过超过12个中坡的工 所以还好钱比较重要 现在的求职者 他们更加注重方便 就是工作地点要尽 除此之外 他们的选择项目也是 他们要工作方式很自由度很高的 灵活度很高了 对于每年年底加节期间 都会聘请超过200名捐职员工的 这家礼品公司来说 要找到愿意在学校假期期间打工的学生已经越来越难 而随着经济好转 这家礼兰包装公司预计今年将接到更多订单 因此会增聘15到20名兼职员工 为确保来得及出货 公司会将礼兰包装的步骤简单化 在假节期间 这家业者就特地地为临时工设立样本 让他们能够更快地上手 将对的物品摆放到对的位置上 业者表示 人工一般上需要两天的时间 学会如何包装里兰 这家公司所聘请的兼职员工 大多是年轻人 对工作时间的灵活性有一定的要求 其实中小型企业呢 当然至今没有大公司那么顺厚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管道 他们陆陆续续的还是在进步当中 这一方面 打个比方说 他们有些也开始提供一些兼职的工作 灵活度高的工作 无论在地点方面或者时间方面 招聘公司认为 本地劳动力市场将继续紧缩 因此依然需要兼职员工 来暂时填补这些职位空缺